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保证中央电视台没有 结果这个道具一上台 管同立刻承认 这道具还真是不一无二 这个会变形的道具 不但能吃能挑 而且还能唱 现场一曲想唱就唱 可是让歌手杨子一笑完的腰 二号小点刘不远 来自浙江嘉山 虽然今年只有七岁 可是有一个治疗感冒的大秘法 不用吃药 不用打针 歌手王旭刚好患感冒 一星期之久 依然没有痊愈 这可得让小刘大夫给瞧瞧 没想到刘谷月一出手 王旭不但感冒美好 居然又添心病 居然弯腰驼背铸起拐棍来 逼着刘谷月只能使出猛药 没想到这猛药一出现 立刻药到病除 王旭大声宣布感冒草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三号小不点路一番 今年十二岁 来自江苏张嘉岗 当他在台上唱起 贝加尔胡叛 歌手王旭立刻被他的歌声征服 杨紫义也告诉路一番 他将来可以在音乐的道路上继续发展下去 就是这样一个有着音乐天赋的孩子 在通往梦想舞台的道路上历经坎坷 路一番出生不到六个月 检测出弱势 视力几乎近于十名 历经摩纳治好后 在七岁的时候 又检测出几株侧弯 对于刚刚缓护进来的家庭来说 这又是一个晴天霹雳 而如今 历经摩纳的路一番一家人 已经走出苦难 爸爸在现场对儿子说的一句话 让所有人动容 当上地关上一扇窗的时候 他还会为你打开另一扇窗 四号小不点和雨晗 今年八岁 来自大美新疆的一个边境小镇 哈巴河和雨晗斗 妈妈开心可是有绝招 其中的拥抱杀让妈妈 再次感受到小棉脑的暖心 和雨晗也买一正衣 捎带送给主持人管同一个大大的拥抱 管同连称从来没有体验过这样 温暖的香香的拥抱 家里只有男娃的歌手杨紫逸也主动求抱抱 和雨晗为什么如此感恩妈妈 原来和雨晗的妈妈 每周往返八百公里 开车八个小时 送热爱音乐的女儿到克拉玛一聚学习 一走就是一年多 其中的艰辛和艰险 只有母女二人才知道 求学路上妈妈的每一份付出 董事的女儿都深深记在心上 今晚21点小不点大能耐 一起来传递爱编辑马锦版权生命 如涉及版权问题 请作者持权署证明与本网联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